嗨,大家好,我是幸福的混血思宝妈 最近呢,被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能接受孩子是普通人,还是不普通的人 这个问题啊,还真不太好回答 也许呢,你和我一样 第一个反应会是,做个平凡快乐的人就好 可是我们的行为呢,又和我们的理论相冲突 心里知道平凡也快乐 但也害怕万一太平凡了 不能脱颖而出,怎么办呢 所以,才会有各种鸡娃吧 嘴上说只要孩子开心 嘴上说相信孩子们有自己的特点 但心里还是焦虑 焦虑孩子以后是否能在社会上立足 看着身边的娃儿们,学这儿学那儿 会这儿会那儿 似乎很难心平气和地去接受普通两个字 也为落后两字心惊胆战 四宝妈呢,非常能接受孩子们成为普通的人 因为他们就是普通的人 而我也不希望他们只做普通的人 Don't settle down for less 能做到更好,就要去尝试 去努力,去突破 当一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我们捧着自己孕育的新生命 眼前似乎已看得见 这新生儿的一身辉煌 各种期盼 各种愿望 满满的爱 满满的幸福 夹杂着各种焦虑与恐惧 我们的行为究竟是被爱牵绊着 还是被焦虑恐惧控制了 什么样的人算普通呢 你普通吗 我普通吗 很普通啊 我们的孩子估计也就是和我们差不多 处在这中间地带了 年薪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不普通吗 钱多的也许比钱少的 多了些便利 但是再光迁的人生 都逃离不了苦难 人心所要承载的 都是很类似的 不甘心普通是一种精神 也可以是一种病态 甘心普通可以是一种心态 也可以是一种堕落 不想要心急地逼孩子 去变得不普通 有些智者发现 那些前二十年被父母安排得 妥妥当当的孩子们 现在很多都面临中年危机了 所以 Don't push Don't worry too much 让孩子们自己去经历他们的人生 不是不去干预 孩子们需要父母的引导与干预 但也需要父母的信任与放手 对我来说 有时不去干预他们错误的选择 真的很难 因为我比他们可经验丰富多了 不过我告诉自己 我要努力 该放手时就放手 也许有一天 孩子们能给我上一堂课 教我他们的人生感悟和心得 我看了 我看了 i ain't a quitter toss me the ball 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what's in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got juice got gas I'm a more fast no oh he's he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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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